向联合国提出了具体的派兵计划 当地时间27号 联合国安理会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讨论通过这项计划 对此马里政府及首都巴马克的民众表示欢迎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解决 因为马里人有需要支援 因为马里在马里里的联系 当马里人在马里里进行回复 很多马里百姓认为 过渡政府需要国际部队的帮助 目前马里过渡政府内部各党派之间依然分歧严重 马里三月份发生军事政变后 国际社会积极呼吁马里尽快恢复和平 11月11号 西共体向联合国提出授权申请 向马里派出3300名士兵 执行为期一年的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